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Peter 来到MFGhost的第11话 我们先过一遍剧情 然后解说本话中的彩蛋和看点 每一话的Uribeet插曲 我都会写在评论区的置顶里面 想听的朋友可以根据歌名自行搜索 创作不易还请各位三连关注支持 本月充电感谢名单 衷心感谢各位一路支持我创作的朋友们 Vions先过一遍剧情 第11话片名天才觉醒 接上一话 完成升级的GT86战力大幅提升 持股学长附身的旭方 在一波上山操作以后 在大关山休息区调整常位 旭方说神15的副驾驶实在是太吓人 特别是下向 肯定是脑子里少了好几颗螺丝 因为下向在过弯时完全不用刹车 旭方很纳闷 这才改的3万块顶级刹车为什么不踩 下向解释道 像86这样小马力的车 在上坡进APEX时 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车速会自动慢下来 所以上坡不用刹车跑起来会更快 两个人在休息区眺望着卢之湖 混血老问 都已经到了卢之湖的眼前了 为什么不能去跑一下 这里顺便介绍了MFG的试车规则 正赛的5条赛道 平时都实时交通管制 谁都没法跑 所以每个人熟悉赛道 都只有排位赛一次几回 相对来说非常公平 不过参加MFG次数多的人 自然会有优势 除此以外 其余的试车统一 在小田园TurnPack路段进行 而且期间 景线排位赛开始前的7天 下向听完 赶紧滚回车里 去测试底盘的极限反馈 这时17岁变态了 看着蓝色的Airpin AL0 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TurnPack的下坡路段 下向几乎拿出全力在冲刺 他很惊讶 在没有提升动力的情况下 车子的出力和机械抓地力 有了明显的提升 看来底盘大神澳山 的确有两把刷子 特别是新换的 赞助爸爸的刹车 有近似于竞技刹车的脚感 并且新的紧针器 调教十分完美 在缠斗时 给的反馈十分恰到好处 这让下向 对之后的比赛信心十足 就在混血佬沉浸在 改进后 赛车性能提升的喜悦中时 变态老的A110 吃到86的内线 在高速弯中强行超车 下向很惊讶 在试车期间 有人会这样操作 不过这时 他想起了 拓海叫到他在比赛时 切勿感情勇识 所以他立即调整了心态 混血佬注意到 车踏的车是四号 对于他的驾驶技术 给予了肯定 原来 变态老之前 在法国 有三年的赛车留学经历 当时在欧洲F3的系列赛中 和下向 有过通场竞技的经历 相比于当时 就作为为场星星 而备受瞩目的下向 因为资金问题 无法获得 有竞争力的赛车的变态老 三年里 基本也就是在中下游徘徊 成了他心里一直的遗憾 这次 能够在NFG再次相遇 他认为 自己终于有机会 一雪前去 试完车后 在连锁餐厅Denis 英国土鳖 再次被日本的 平价甜点所震撼到 这时 NFG赛会 公布了如之虎几机 排位赛的日程表 下向 被安排在了第六天 为了收视率 以及各方面的讨量 神十五的车手 被平均分散在 七天排位赛中 并且一般来说 越是受期待的车手 会在越后面登场 当然了 之后跑的车手 相对会比较有力 一时有更多时间 来观察赛道 二来 在对手的单圈 多出来以后 更容易设定目标圈速 在正赛前 时装打算 把86再送去 澳山那里 做最后的检查 在澳山的工厂里 86再做四轮定位调整 想到 自己竟然会给 脱海的徒弟 来负责调车 澳山也是感慨万千 觉得自己还留在这一行 实在是太好了 小仙女在卧室 收到消息 如知虎之地排位赛 她是第三和第四天上中 说完这句对白 这一话 她就下班了 让我们愉快地看下半话 排位赛第一天 大时代物 驾驶乌尔克 是本次第一个 登场刷圈的 这一战 天使们也换了 新款的笔记录 然后上一战 驾驶FK8的前根博士 在卢之虎集体开始 更换了 完成了调校的 新款NSX 当然了 为了迎合MFG的规则 原车的三台电机 已经被拆除 去年因为ECU的故障 博士暂时无奈 换回了FK8 这里再重复一下 MSG的规则 与允许车手 在赛季里更换 同品牌的任何车型 NSX的节奏十分优秀 联络士让博士注意 控制节奏 但是 刚刚换了新的作家的博士 亢奋至极 让联络士 不要打扰他和NSX的制服时刻 最后 NSX的单圈 站定第一位 排位赛第二天 阿罗4C登场 兄妹俩在T压里 一边互喷 一边刷排位 在临时围场 变态老上来 和香叶顺打招呼 两人开始输出 宠野流的恋爱观 变态老因为小时候 对朋友17岁的姐姐 一见钟情 并且初恋 也是17岁的杰K 从此就踏上了 只喜欢17岁少女的不归路 与之相比 香叶顺更喜欢 成熟性感的七号天使 轮到变态老跑圈 香叶顺觉得 单论技术 责度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只是长期以来 他一直缺乏 对比赛和名次的热情 只不过 在卢之湖集体的排位赛 为了回去和杰K潇洒 以及预见下降的关系 变态老罕见地 拿出了真本事 他极限的走线 震惊了所有的观众 最终以打破赛道记录的成绩 完成了排位赛 而香叶顺非常不走运 在如此耀人的单圈下 开始了他的排位赛 MF集这两年 不断有年轻的星星登场 让他变得有一些急躁 此时 打了一天螺丝的英国土鳖 在异敌的前奏中 一脸满足地看着夕阳 第11话结束 下一话 继承而来的感觉 好 本话剧情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来看看11话中的彩蛋和看点 首先令人欣慰的是 看来在第一季结束前 还是有赛车的剧情可以看 第二站如之狐GT 全长25.3公里 排位赛一拳 正赛三拳 虽然高低差 并没有小天的Texpeak那么夸张 不过 以UP自己跑过的经验来说 还是一条比较吃技术的赛道 这条山路有四分之一 是围着富士山跑的 风景可以说 是全年五个赛道里最棒的一条 在卢之湖畔那一段 有一部分 其实是和第一站 小天圆Pax Peak重合的 有关这条赛道实际跑起来如何 如果这条视频点赞过3000 我再看恩迪去圣地巡礼一下 还请各位不要吝啬 三连转发走起 我个人认为 这一块的主角是泽杜光辉 和他的A220 我频道的老观众一定都知道 我个人一直都对这款车情有独钟 并且我个人也曾经是法系车车主 座驾是梅干纳RS A110这款车 其实和梅干纳也颇有奸远 且不说Alpin是雷洛的自品牌 那台中置的1.8T四缸发动机 其实和第四载梅干纳RS是同一台 只不过因为A110的双离合变速箱 为了轻量化做得很小 所能承受的扭矩有限 所以发动机在调调上有细微差别 马力应该都是300匹 扭矩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为了复兴Alpin这个品牌 雷诺集团甚至废掉了Reno Sports 用Alpin的品牌来参加F1 虽然过去几年 因为Sahai的关系 Alpin是仅次于我法的小丑车队 不过加斯利和奥康都是不错的车手 加之之前有传言说 米胜会得明年加盟Alpin 所以我个人对未来还是比较期待的 这次的临时围场 相跟Echo Parking 是在大关山和卢之湖Skyline之间的一个休息区 很多彻游跑山都在这里碰头 附近有个不错的地方 叫骑星者天堂 里面有很多二轮的装备可以买 各位以后来玩的话 推荐去逛一下 在试彻的剧情中 续方的尖叫和下象淡定的神情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著名的十股尸神事件 不管是不是从也有意这样安排 也算是个头脑之敌 某种程度上的致敬吧 至于MFG的比赛归所 这一话又补完了有关试车和练车方面 个人觉得这属于强行给主角BOP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角 过目不忘的能力 在这个比赛里那么管理 实际上在场地赛里 一个弯的利青重铺 就会对车辆的设定带来很大的影响 F11年只有20条赛道 但是几千位行业精英 整天铺赛里面 也只为找出那0点几秒 与之相比 MFG这样风路 不给练习 直接跑排位的比赛 也算是头脑子底的烂仔们 跑山精神的一种延续了 即便是一般的街道赛 F11对路面和利青 也是有相当高的要求 比如今年的拉斯维加斯 国法的赛车 就收到了来自英景盖的问候 所以崇野也是想尽办法 来削弱超跑们的优势 营造86以下课上的这一出舞台剧 这里还让我想到了前阵子 在读北极下的自传里 说到了CRC中 有些对手车队 违反规则 让车手偷偷开车去看路 以此来获取优势的做法 在比赛中无论再怎么说 公平还是第一位 虽然在FA1里面 每个车队都在寻找规则的漏洞 来获取优势 不过对于这样明目张胆违背的做法 我个人还是十分不迟的 不过这一话吧 古力子的卡钱特写都给了好几个 和高速racing不同 古力子可是从漫画开始就赞助MFGhost的 这钱看来真的给了有点多 不过直到这一话 86后卡钱 明明是四活塞 却化成了六活塞的大小 这一点还是没有修改 至于变态老和香叶顺的对话 这里真的百分之百展现了 虫野奇妙的恋爱观 这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从头疯之地开始 虫野就在不断展现 他对男女感情的独到见解 从做中年男人身心疏导工作的夏树 处于叛逆期 最后选择中年社畜的和美 出身平民身为蓝领 却坐着王子梦的公子 这里不说这些剧情本身如何 对于那时尚且年幼的我们 真的是有些吓头 至于变态老的17岁情节 动画里虽然删除了两人开放的剧情 毕竟这本身并不合法 对于虫野这样高质量的文系 摄入过多容易难以消化 所以这里建议各位适量观看 续方说像下脑袋里的螺丝少了两三颗 完全相同的对白 在头疯自地中 86和R32的对战中 在梁界彻底的起见也这样说过 那毕竟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台词 有很多惯用语和词组 都会多次出现 至于变态老暗恋的17岁杰K 这个画面虽然是动画组的原创内容 但这画的多少有点像夏树 当然了 事实上夏树和脱海分手以后 去东京上专门学校 已经是高中毕业以后的事情了 这里首先排除是夏树的可能 受头疯自地 动画版毒害的观众们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 脱海和夏树是明确分手 并且还打过分手炮的 这部分的内容 如果以后有机会 再单独做详细的解读 各位有兴趣的 可以在这里弹幕支持一下 在变态老的回忆中 经典的法国保罗利卡德赛道 以及德国的霍根海密赛道 都是直接取景了两者的大指导 除了美孚的英文单词 和Polycard少了几个字母 基本算是1比1怀疑 有关责度 说他在欧洲跑F30的资金困难 根据2019年的信息 参加欧洲F3 全年的费用 大致需要500到700万人民币 算上其他开销 再加个100万也不奇怪 看来责度加还是有点小钱的 就这样还连续跑了三年 不过在下项 跑F3的镜头这里 制作组 惊人和他的车 加了哈喽 这样的细节值得肯定 最后说说作画方面 毕竟第一季已经接近尾声 预算不足的味道 已经非常浓厚 我们来说说作画失误 以及崩坏的底 首先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Airpin A120 这油箱盖上的Airpin车标 总觉得很奇怪 相比真正的车标 动画板少了个勾 看起来总有点像山寨火 就这你还不如不画这个A轮 另外就是在A1110 跑排位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画穿帮镜头 画面里 A1110虽然是在跑直线 但是神奇的是 前轮的车轴 居然向车头的右侧 发生了位移 这也导致了A1110的右前轮 暴露在轮拱外面 这样的经典画面 在车内视角中 入关前变态老直接连降两档 但是转速表 还是维持在4000转不动 这里也不得不说 制作组在转速画面上 已经栽了很多外奔头 这里不知道 在蓝光碟会不会修改 再来说说86整 总体来说 在下坡路段的赛车画面 没有什么能够特别挑剔的 只是为了突出 澳山大神的简阵调的好 制作组直接在前轮的轮拱里 把塔顶画了出来 照道理 这部分平时是看不到的 另外 下项在准备下山时 倒车以后 一下子就回了两把方向 这种细节还是希望可以再完善一下 另外 在86做四轮定位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 前后的Camber都是负2.5度 这是相对比较中庸的设定 符合澳山说 调教和赛道不同的说法 一般在赛道中 普遍用的是前负3 后负2.5这样的设定 但是严格说 Camber的设定 和台湾的软硬 阻尼 车高 以及时温的轮胎 车手的驾驶习惯 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并不是万金油一样设定好 就可以一劳永务的事情 但是至少说明 制作组或者是重影 在这方面是下过功夫的 另外 在修理场的续方 这作画真的是奔到硬沉度了 看起来非常辣眼睛 不过 从制作组的角度来说 肯定把预算都留给三体画面 这种分镜 肯定直接给分过这边的外包了吧 卢之湖具体的 B传大指导 是每年举行马拉松接力的地方 各个日本知名的大公司 会组成马拉松团队来比赛 是一个商业 十分成熟的年度马拉松比赛 收视率非常高 我一个朋友前阵子 想去跑小田园Pikes Peak 结果因为这个马拉松比赛 全程封路 所以没有跑成 总体来说 第11话的表现 中规中矩 86和A110的攻权镜头 是这一话的重头戏 除了少许最后的瑕疵 其一部分看起来 还是十分过瘾 这可能是MF级 相比投入自己 更有魅力的地方 每个车手 每场比赛 都有机会登场 可以迎合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 好比我自己 这一话 A110的画面 我看起来就非常过瘾 那不出意外 下一话 就是第一季的最终话 根据剧情的发展 可能正好在下项 跑排位赛之前 或者跑到一半的时候结束 正好为第二季留个悬念 两个多月的时光 一下子就快走到终点了 第二季 目前还没有消息 让我们来珍惜 下个礼拜的最终话吧 好 那么各位 本期MFGhost的第11话 就解决到这里 不知道各位满意不满意 对节目有什么提议 可以在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在这个频道 我一定激风想玩杰迪燕 汽车 以及这本流氓的流氓内容 觉得我的内容好 还请各位三连关注 并麻烦 把本条视频 分享和你喜欢车的朋友们 谢谢 拜拜